OK 我想我們差不多了 首先歡迎大家今天來CFA December 2009的Demo Lecture 和Information Summit 我是今天的Speaker James Lam 首先我就花一點時間 介紹一下我自己 其實我在2013年 是Charter的 拿CFA 至於我在Industry大約 有十幾年的經驗 我在不同的機構 都會做過不同的角色 to come short 我會在Hedge Fund 和一些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都做一些Investment的工作 主要我自己的背景 都會以Equity和Risk Management為主 過去我用了幾年的時間 做Equity Derivative 另外之後就是一些 Private Investment Company 主要做一些Equity Analysis 以及做一些 Equity Portfolio Management的工作 大約十幾年 這次就會是 這個Training course 我會是其中一個 今次CFA Level 1的Trainer 我今天的Information Seminar 大約會有七個部分 我首先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來這個Seminar 都想知道究竟考CFA 或者有助CFA的Qualification 會對於你將來在金融業的發展 會有什麼幫助 還有第二點就是 我們會介紹一下究竟 CFA考試裡面 需要大家要有什麼Skills 另外我們都會簡單介紹一下 整個CFA Program裡面的內容 而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我們會有一個 大約是十五到二十分鐘的 Demo Lecture 就會是一個 我之後會教大家 一個選擇 用在CFA其中一個 Topic裡面會教的內容來的 另外 之前我們會講一講究竟 有什麼心得 可以介紹這個 如何去學CFA Program 學得比較好些 另外之後我們會交給我同事 會講一下究竟 我們Caplan的Program裡面 會有什麼可以幫到大家 去掌握這個考試的 首先就會講一講 就是CFA Program 或者是CFA這個Qualification 會對於大家 以後在這個金融業發展裡面 會有什麼的選擇 或者是有什麼機會 會帶給大家的 其實剛才那個簡單的 影片 也有講 其實可能現在 在香港這個金融業 其實比較 都算是其中一個 支柱來的 其實在 譬如說香港的 CFA的 數目來講 都是在亞洲 是為了前列的 CFA Charter Holder的數目 都是為了亞洲前列 所以其實 CFA Program 本身 會帶給大家 在這個 Industry 裡面 其實會是有一個 就是 正如剛才的影片講 就會是一個 recognition 告訴大家 將來的僱主 你會是一個 你其實是 commit to 在這個area 去develop的 那 before going on 去講 這個program 之前 我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 究竟 這個 這個市場裡面 有什麼人 那 通常我們 CFA 通常有 CFA Qualification 的 一些 chart holders 或者是 考進 CFA Program 的一些 candidate 他們都會在 這個box裡面 的其中 一些 角色來的 那我們去看 就是 那我們一般而言 我們會簡單 在investment world 我們會簡單說 什麼叫 我們會有 buy side 和sale side 的players 那其實 什麼叫buy side 什麼叫sale side 就是說 buy side 就是我們會負責 去make investment decision 去幫客人去投資的 而sale side 的players 主要就是 去幫他的客戶去賣一些證券產品 給不同的客戶 有個人的客戶 有機構的客戶 那都各種有不同的角色的 那這裡呢 就會list out 還有幾個 很多不同的一些 rolls 譬如說structure 那 什麼叫structure 其實就是會說 是一些 將一些複雜的金融產品 包裝成不同的一些簡單的產品 賣給 譬如街外的投資者 或者是一些機構投資者 又或者是investment banking 這個就會比較 大家會比較常見就是做IPO 賣 賣這個批股 或者是配股這樣 配股這樣 配股集資 這個就會是investment banking 主要做的東西 那 但是除了說 我們常見一些這樣的角色之外 那 其實 就算在sale side 裡面我們都會有不同其他的角色 的 例如analyst 那這個呢 就會是很多CFA Charter Holder 都會做的角色來的 那就是 做這個 股票股值分析 或者是一些 投資相關的建議 那 通常這些analyst 都會是專注於某幾個行業 譬如說是 就是電信 這個 電信 或者是 例如是 煤炭 或者是 石油 這些不同的行業 他們都會分門別類 他們會成為這個行業的專家 那 主要就是 他們會為他們的客人去提供 這些行業裡面公司的一些動態 和他們自己會覺得 這個投資的建議 那 這個主要會是一個sale side的picture 而buy side的picture 其實和sale side都很相似的 那 你想像的就是說 buy side就會自己養一班 譬如 他會決定 他會不會去投資 某一隻股票 或者是會不會去投資某一個項目 那麼 他會有 internal 的 analyst 去幫他分析 這個項目 值得投資 或者是這個公司的股票 在這個價值值得賣 那 這些都會是一些analyst 去做的事情來的 那 但是 譬如說 portfolio manager 就會決定我 投資多少錢下去 以及在什麼時候去決定 買入這個項目 或者什麼時候賣出這個項目 那 其他 就算 就是 除了這兩個 都會是一些 我們叫做 institutional institutional players 就會是一些金融機構來的 但是其實除了金融機構之外 其他地方都會有用到 就是都會有一些 CFA charter holders 會在他們地方工作的 就算譬如說 公司裡面都會需要一些 有豐富金融知識的人才 那譬如是 CFO 或者 Treasuries 他們要負責管理公司裡面的一些錢 或者是做一些投資項目 他們都需要一個很solid的 investment background 去幫他們去明白 這個公司不同的 就是不同選項裡面的一些 竅門 或者是他們需要明白 如何去進行估值 這樣 那這個是大致上 在這個市場裡面的一些 players 的分析 那 至於你說 我們 在 有沒有 CFA charter holder 對於你將來發展你的 career 會有什麼幫助呢 因為其實現在 普遍來說 都會希望 就是 如果譬如說是你的 junior 的 position 那相信呢 就會是 一般都會 expect 大家會去考 就是希望你有 有這個 qualification 或者是 你在考考這個市場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就是想看 就是你將來的僱主想看 你們會對於這個 industry 或者這個 role 有幾大 commitment 因為其實 考CFA program 個人很坦白說 其實你有很多時候 你都要讀很久的書 那我們之後會說 大約會是需要幾長時間去讀 就是一個 level 那 至於去到一些 mid to senior 的 position 那這個 CFA charter holder 就會其實是一對 對於 employer 和 employee 而言 都是一個 standard 就是告訴出面的 他們的客戶 聽 我們的 team 有多麼的強大 就是我們擁有多少 一些專業的 investment 的人才 那其實就會是幫到 那個 這些 你將來的僱主 給他的客戶 有信心 就是給這些錢去投資 這些公司 那這個大致上 有一個 short recap on 一些不同的 roles 那我盡量 因為有少少蒙 那我盡量 這幾個 roles 其實都是一些 比較上是 mid to senior 的 roles 那通常這些 mid to senior 的 roles 那都會是希望 就是 expect 那個 那個 candidate 會是有 charter holder 那對於如果大家是 就是 target level 1 的 那通常就會是一些 會是 可能是一些 entry 比較 entry level 的 position 那通常他們都會 expect 大家可能是正在考的 就是正在考一或者二 那就未至於說要去到 就是他都明白 因為拿 charter holder 是需要一些 industry experience 那他們都明白的 那但是 to sum up 那就是說 無論是 senior 也好 junior 的 role 也好 那他們都會 appreciate 他們的 candidate 會有 一個 CFA 無論是考中 或者是 charter holder 那這個都是類 那這個呢 就會是說回 就算 even 是不是 investment related 的東西 都會可能想 那個 candidate 有 CFA 那當然啦 你可以說 喂 老闆當然想你什麼都有了 那但是呢 我想我們會這樣看的就是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就算是一些 不是跟 investment 直接有關係的一些 function 比如 legal compliance 這些這樣的 function 他們都會想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 staff 都有一定 對於 investment 的認識 譬如 如果他們是 對於那個 investment 那些 product 認識不是那麼多的話 那可能呢 他們會有少少 他們需要 internally pick up 一些 investment product 的時候 他們就會難到 那當然啦 但是如果他們是一個 雇主的 perspective 那當然是你的 staff 他自己認識 那會是一個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個 big advantage 那 所以其實就 這個 program 我想是一個 這個 build up 告訴你將來的 employer 就是一個 你自己本身會有一個 solid knowledge in finance 或者 investment 這樣 那這些 list of CFA chart holders 那都是成宗的 大型的金融機構 那我這個就 不詳細說了 就是 就是成宗的美資 歐資 中資的投行 那當然啦 這個是一個 不是一個 full list 那 在香港的 charter holder 都有很多 不同的 employers 那 我們講完了這個 關於 career 那方面之後 我們就會講一講 究竟 CFA 想 需要什麼技巧 或者是他想 look for 什麼 通常呢 其中一個很 common的問題 就是問 究竟 CFA 和這個 MBA 或者是其他 qualification 會有什麼分別 那 我 會覺得最大的分別 就是 CFA 是一個 hard skill 的 qualification 來的 focus hard skill 比較多 MBA 你可能會是 其中 你去讀MBA 你給了 你給學費 或者是 當中有些 相關的開支 那其實你有一部分呢 其實你是想 build up 自己的 professional network 的 但是呢 CFA 呢 當然啦 如果有個 program 大家一起去 就是 Education program 的話 可以有些分享一下 大家分享怎樣去 tackle這個 exam 但是其實呢 CFA 考試本身 是一個 individual 的考試來的 就是 成敗靠你自己 就是你考得過就 考得過就過關 考不過就 要下次再努力過了 那 和他們考的內容 都是一些 hard core 的 就是一些 knowledge 來的 就是考你 譬如 你懂不懂計算 計算 計算 statistics 或者是一些 econ的 knowledge 譬如你知不知 減息會對於 經濟會有什麼影響 這些技巧來的 那 你見到這裡呢 都會有一個 一系列的 body of language 那這個 body of language 就會通用在一到三的 就是 level 1 to level 3 都會是這個叫做 candidate body of knowledge 那它是 CFA Institute 是 expect 大家會 master 這些 knowledge 那 大致上 就會是 就是這樣 那主力呢 CFA的 program 就是三個 level 的 program 主要是上面這四個的 以這四個為主 accounting, economy, statistics 和 finance 那圍繞 就是 無論一二三都好 都是圍繞著這四大類的內容 去考核 candidate 那 當然 我 都 再重新 就是說 其實 在這個 industry 裡面 就是有了這個 qualification 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 expect 就是 大家會有一些 就是會有相關的 soft skills 那 但是 就是這些是一些 common soft skills 會 會 expect 大家會 possess的 但是呢 在這個 CFA program裡面 其實 這方面的 focus 就不是這麼多的 但是 但是這些 skills 對於大家 將來 會在這個 industry 裡面 都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 這個我就不詳細多說了 因為 這些是一些比較上 我們 比較 generic 的 skills 就是譬如 你會怎樣去 deal with 一些 clients 或者不同的 counterparties 那 我想 我嘗試去 summarize 一句 就是 這五大 skills 頭五個呢 就是 大家要 懂得做人 頭五大 skills 就是懂得做人 那第六個就是 懂得不同的 language 那 我想 大家都 我相信大家 對於兩文三語 都相當 有一定的 就是 理解的 我想大家應該沒問題的 那 好 那講完 CFA program 有什麼 需要的 skills 之後呢 那我們會 講一講究竟 這個 program 會是一些 究竟是什麼 最重點 那 首先呢 就在這裡講一下 背景先 那 這個 program 是 CFA initiative 是美國的一個 initiative 那 然後 他們 start with 六十年代 就開始有這個 program 那 我想 重點是 這個 有十四萬的 charter holders over the world 那 這裡就沒有的 但是 我就去找過一些數據 那 在亞洲區來講 或者 to be fair to be honest 大中華區 那 香港是最多的 那 應該大家都不用太猶豫了 香港大約有七千個 七千個 charter holder 在中國內地 除非香港 那就大約有五千個 左右 這個是2017年的數據來的 我應該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 那 那就 六 應該大約是五到六千 我想五千到六千 那 CFA initiative 就沒有公佈的 另外 台灣就 大約是五百個 左右 那其他亞洲的國家和地區呢 我相信 都 不 我相信都是 in between的 因為 香港和新加坡 應該會是最多的 CFA charter holder 那 亞洲 但是 考的人數 在香港 是 就是 growth rate 是非常之可觀的 那 這個呢 就 我 看回 這個就會是一個 整個program 就主要 考的內容 就不是一些 雖然你需要一些 hardcore skill 或者 譬如說你要懂 去計算 或者是用一些accounting的技巧 或者是知道一些finance knowledge 但是 其實呢 他考的題目 都是一些practice practice based的 那就不會是一些 很理論性的題目 或者叫你背書 那 就不是這樣的 一些考法 那 主要是 會教大家 怎樣去 用 不同的tools 去 幫大家去做一個investment decision 主要是這樣 那 這個呢 就 我想 整個 我之前說 就是說 其實 institute 都希望大家知道 就是 希望那個industry 和希望 candidate 都知道 其實 想的cfa charter holder 就會是 有幾件事情重要的 除了是 你有一個很solid的investment knowledge之外 還有 cfa institute 是很強調ethics的 因為 無論在他的 考卷的設計 在課程內容 以及 在 往後的一些 即是 你做到charter holder之後 其實 他們都很重視 大家的 ethics 和professional standard 的 那我們之後 會再講一下 會再講 究竟他有幾重視 那 你從他的 考核的 就是每一個 部份的佔比 你就可以感受到 究竟cfa 有幾 就是各institute 有幾重視 投資人的 就是這些professional 的ethical standard 因為其實 investment 有很多時候都是 based on 大家的互相信任 的 當這個信任沒有了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做下去的 好 那 這個就會是 一些 charter holders 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 rows 那 這個就會 通常你看到 這一系列的rows 都比較是一些 mid to middle to senior level 的rows 正常 通常 如果你拿了charter 的話 你在這個industry 都 somewhere 有六至十年的經驗 就是 on average 來講 所以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一般而言 都會是一些 比較 mid to senior 那 你看到其實大部分的rows 都會是 跟investment有關的 那 這個 這個 你可以參考 一個圖 那我就 可以 不詳細多說 另外 這個會比較重要 一些 就是 究竟怎樣才可以 get enrolled into CFA program 那 首先 第一個就是 你要有個 大學的degree 至於讀什麼呢 是不重要的 他是不care的 OK 這個不用說 我需要讀accounting 我需要讀finance 不要緊的 沒有這件事 從來沒有這回事 你只要有一張 真的 大學不育證書 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 even 你是final year 都OK的 譬如你 現在是四年制的degree program 你讀第四年 你都可以去考 但是 只能夠考level one 就不能夠 就是未能夠考level two 那 一般而言 就 下面那兩個大家 就可能 未必那麼 關心 那就 不用等 有四年的 work experience 或者是 professional work 就比較少 大家會接觸到的 那通常 頭兩個 就比較 通常 在 香港這邊 那個 同學仔的 entry route來的 那 剛才說到 就是 究竟 這個program 究竟有多 長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左手邊 啊 這裡 會不會太遠看不到 這裡 那我們 這一疊最左手 最右手邊 sorry 我的右手邊 你們的左手邊 那就是CFA Institute 為每一位 candidate 準備的 一系列的課本 那我就 我幫他按了個名字 叫尊 那就是 一塊尊 那就是 CFA Institute 會 你 enroll了考試 就會寄給你的 那就是 他expect你 就是完成那疊尊 那完成那疊尊 那他就 亦都給了個 outline 那就是 最少三百個小時 那 三百個小時 大約就是 你上大學一個course 就是 三十到四十個小時 然後你自己再 大約是一百到一百二十個小時 就是大約是 你預計是 等於你在大學讀 三至四個course full time 的material 那 total有十個topic 那我們之後 會再 分析那十個topic 那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 ethics and professional conduct 那還有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考了一 才可以考二 再考三 就是一二三 要順序考 那但是 有幾樣東西 值得留意的就是 你可以無限 沒有限制去考幾多次的 你可以 再接再來 你可以 由於你個人的原因 可以停了一陣 再考 譬如你過了一 過了兩年 你才考二 都ok的 或者是 也沒有限制你幾時要完成這個 整個program 總之你完成了就可以了 完成三個level 那 sorry 那 通常呢 就 講一講 就是說 考試的schedule 通常 level 1 就是一年兩次 六月和十二月 一般 二年就是第一 或者第二 星期的 那 這個可以考兩次 就是一年 一年考兩次 但是二和三 就是一年一次 所以如果是 就是 所以 最快可以完成的 就是 十八個月 譬如你 譬如你 假設你今年 2019年 12月去考 那你2020年 六月 就考二 然後你2021年的六月 就考三 那這個是最ideal best case scenario 去考這個 就是 去完成這個 education 就是整個 level 1 to level 3 的program 那 雖然你完成了這個program 之後呢 你都需要 有四年相關的investment experience 可以同步進行的 就是 譬如你 你一畢業 找了一個 有一份 investment 就是finance related 的job 然後你 開始去 加入這個program 那這裡都算的 那就是total 四年 然後你就可以去 申請那個charter 就是成為charter holder 那 當然啦 要保持著charter holder 有一樣東西很重要的就是 備會費 好 那 我們剛才剛才說的 那十個area 就是在這裡 那 會分成十個 area 的 那 我們 因為 因為這個是一個level 1的seminar 我們主要focus 在level 1 那 你看到呢 level 1 它有十五個percent 是這個ethics 所以你看到其實 level 2和level 3 都是十五 都是大約十至十五個percent 那 所以呢 你看到其實整個institute 都會是頗重視ethics 的 那 其他的area 那 包括quantitive method 就是計數和statistics 那 econ econ 就econ financial reporting 這個是accounting來的 就是一個accounting的東西 那 另外是corporate finance 那其他後面那些呢 就會是finance related的一些內容 那你見到呢 其實finance related的東西呢 就會是佔了大約整個考試 就是level 1考試的close to五成的 那 accounting 就十五個percent 左右 econ 10個percent 那 大致上的breakdown 那 這個你見到 就會是一個 大致上 它每一個area的breakdown 那 在level 1來講呢 主要會是每一個topic 都會教大家一些 在那個area裡面用的一些工具 和一些common的finance theory 去應付那個考試的 OK 那首先講一講考試的形式 那全部都是 level 1來講呢 全部都是multiple choice來的 那 就 三選一 然後就 然後就 一共240題 上下就各120 那 上下就就各三個小時 那所以大家 其實 考試本身已經是一個挑戰 上就考三個小時 下就考三個小時 那 那 還有值得留意的就是 CFA Institute 是不會有任何 past paper issue 出來的 那 我們會有些material 是類似一些 跟真實考試題目很近的一些relevant的題目 但是 official的past paper 它們是不disclose的 OK 那 這個另外一個大家比較關心的題目 就是究竟 怎樣才可以合格 那 這個也是我當年考試的時候的都市傳說來的 那 我想 我 to summarize 就是一句 如果你考過七成 就是你命中七成以上 它不會肥你 但是你說 喂 那我69分 68分 67分 那是不是 是不是一定不行呢 那 就不是的 那主要會在 你那個 那個 如果你是marginal case 就會看回那個 你的ethics 的分數 如果你ethics 考得比較差的話 然後你又是marginal case 那它就會肥你 如果 所以很重視大家的ethics 那如果你其他 差一點點 但是你ethics考得很好的話 那它是會給你過的 那但是 我想最重要的 bottom line to make 就是如果你 過了七十百分 它就一定 pass 那至於上面那兩個point 因為年代久遠了 我想對大家的 參考價值就不是 那麼大的 好 這個 它highlight錯了 因為大家都 應該暫時都想 暫時都是target level one 那我想我highlight level one的passing rate 先 那 這個 你看到大致上 每一年的passing rate 都是差不多 就是roughtly 是四十 to 四十五個percent for 過去九年 那有時候有些year 你看到 一、一、一、二年 比較 低一點的 還有應該就 大致上都是 四十個percent 左右 那你看到上面level two 和level three 就不同 就是會高一點點的 那 這個就 我不去猜測有什麼reason 但是 你看到大約就是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idea 就會是四十個percent 每一個level 那 那 即是說 如果你pass到三個level 那你其實 你計算 其實你是四十 成四十 再成四十個percent 的candidate 就是 大約是六個percent 左右 就是of total candidate 那 所以其實 所以你可以感受到 其實它是一個 都非常 vigorous的考試 來的 發生什麼事 沒有什麼 好 那我們繼續 那 我想 這個呢 level one 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 其實有好考很多knowledge 的東西 就是比較knowledge base 的一個考試 就是它會問你一些 知識上的東西 譬如它會問你怎樣去計 計算一個公司的股價 用它教你的model去計算 或者是你怎樣去計算一個cash 計算一個passive value of cash flow 一個finance的concept 那 那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通常這些concept 都不是 如果逐個逐個看 都 我自己 覺得 就會是 OK的 就是 有example 大家都會 可以理解到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 那個量是很多的 那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 一些相關的background 那可能那些topic 你就可以讀得快些 有些不太 familiar的topic 那 可能就要花多少少時間 那這個就要看回大家各自的background 那 如果 有 在座會有 一些 在座會有想報這個program 但是它不是 剛才那四大area 的background 那可能 要花多少少時間 去catch up 那些 material 但是也不要緊的 我們 如果是那個education program 都可以幫到大家去catch up這些 material 的 那 二和三 我們就暫時 就不太 講 這個 因為 暫時到大家的角度來說 都比較 可能 暫時都 遙遠些些 那 這個 那我們 OK 那so far 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的 是 是 其實是可以的 你有四年工作經驗 然後 你 你都可以去enroll的 如果不夠四年工作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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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我想 就要 我要 depends on 你那個program 是什麼 因為 就算 那些case 那個program 是兩年 三年 還是四年的program 因為其實 剛才我講過就是 所謂的U.S. Degree Equipment 其實他們是看 就是這個 他們是看 一般用四年大學去做一個標準的 那 就 如果你 譬如說 你的program是有三年的charsery institute experience 譬如 他就當你是第三年 那你就可以 再加你四年工作經驗 那你就可以去考的 那 但是 我想你要詳細地去看 可能 你enroll之前 要 exactly要問回那個institute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都是evaluate case by case 我問過 但是他說他不會個別case去回答你 他說這樣類似的學生不公平 要問回一些 就是可能 那個地區的機構 大學機構 那些 OK 那 我想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case 其實他們 他們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不知道你的qualification 究竟是equipment 他們的program 所以他不會comment 那 可能 另外一個case 就是 你交給我們 你可以讓我們同事幫你去做一些 就是 相關 看看 會不會enroll到那個program 因為 都比較 如果你的case 會比較tricky 少少 不過如果你有四 我想如果你有四年working experience 就OK 這個是我想 四年 四年的work professional work experience OK 好 那其他還有沒有想說的 好 那 好 那 那 那我介紹一下 我們等一下 會是我一個簡單的一個demo lecture 就會是 講一講 關於 就是介紹一下我們的teaching style 我們會怎樣用我們 就是 education program裡面的一些slides 和可以幫到大家怎樣去應付這個考試的 那 這個就 我想 我們就 那今天我們會講的topic 會是 其中一個在quantitive method會考的 就是 probability 這個會比較 這個會比較 這個其中一個 需要大家 在這個examen裡面 要知道的一個topic 那 那 那我們會 講一講 什麼叫做probability 那 那 在這裡 我們會看回 譬如說 什麼 random variable 這些 這些 我們會其中一個 你看到這裡有個los 的 我們叫做definition 那 其實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需要candidate 去 知道這些terms的定義 那 我就是要背書 那又不是的 我想 我們會 在這個program裡面 就會是 教大家怎樣去 去 digest這個term 究竟是什麼意思 譬如說 什麼叫做random variable 呢 我們會說 其實random variable 就是說一些 你不肯定的 一些數 譬如說 我 達個銀子 究竟它公定字 我不知道 或者譬如 我抽一張 在一塊paper裡面 抽一張卡出來 究竟它抽到什麼卡 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那這些東西 我們要 是一個random的 我們這些 通通都叫做random variable 又或者 譬如這個outcome 我們會用example去講一下 究竟什麼叫做outcome 譬如說 哦 我剛才用回抽牌這個example 那 我們就說 哦 我抽 在pepper裡面抽牌 我會抽到什麼呢 譬如 ace king jack 一 三四五六七八 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outcome OK 那 另外呢 這些 這些 這些terms 什麼叫做 mutually exclusive 好像很抽象 那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 我們又用回抽牌這個例子 我抽一張牌 我不可能同時間抽一隻ace 另外又抽了一隻king出來 那我們就說抽ace 和抽king這兩件事 本身是mutually exclusive 它們不能夠同時間發生的 只能夠隨便一個發生 那這個呢 之後我們會經常應用到這一種concept 那 因為 我們可以 這個slide可以幫到你 summarize 那 我們之後呢 我們會再講回 當時我們去做education program的時候 就會再講回 那 exhaustive 是什麼意思呢 exhaustive就是說 我們會list out所有可能發生的scenario 譬如 都是去抽牌牌這個example 我們抽牌 我們可以抽到ace 二、三、四、五、六 我們list out 由ace 去到king 我們list out所有可能發生的一些 outcome 那我們叫做這個group 我們叫做exhaustive 那這些呢 就會在考試裡面 它可能會有一條問你 什麼叫做mutually exclusive event 或者是這樣的 那它會希望大家會recall到這個definition OK 那 這裡呢 我們會簡單介紹一下 一些很 兩個很重要的probability concept 那 看見一個好像很艱難 那其實不是的 什麼叫做probability of an event 就是譬如 每一樣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每一樣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 那 它發生的機會不會是一個負數來的 就是 OK 就算你 你摘個銀子 你公是一半 字是一半 或者是可能 你中六合彩 雖然它是中六合彩頭獎 雖然機會很低 但是不會是負數 也不會是零的 那總有人中頭獎 那所以就是說 所以任何東西的probability 都在零和一之間 就是要是一定會發生 或者是去到 不可能發生 那就是零 一定會發生就是一 那所有的東西都在中間 那另外呢 這句 這個呢 其實是怎麼解釋的呢 其實我們用 一個layman term去理解這件事 就是說 好像我們剛才抽啤牌那樣 我們說 我的chance of getting an ace 就是抽了一隻燕士出來 這個chance of getting 2 3 4 5 6 那這些都是會是 加起來呢 是會是100%的 就是你不會在 你不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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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說 你所有的 event 加起來是一來的 那好了 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 這一種 probability的 有不同的種類的 probability 那什麼叫 empirical 那個名字好像很抽象 那樣 但其實不是的 其實就是說 我們譬如去用這個 摘銀仔的example 那我們 我們把銀仔 摘100次 然後我們記錄 它每一個銀仔 每一次發生head 或者tail 就是公或者字的機會 那我們 record了這個機會之後 record了這個次數之後 那我們就有一個機會 譬如我摘100次銀仔 有40次是摘到這個工 60次就是字 那我就會說 這個 probability of getting a hit 就會是40 out of 100 那就是40% 那另外呢 有一種叫做 subjective probability 那就是說 你用你的主觀判斷去 去想這個 probability 譬如 什麼呢 譬如 你會認為 我 今晚去 這個 這個是 你主觀的判斷 譬如 你可以說 有些情況之下 你主觀地去認為 我 中投了的機會是20% 那這個可以是錯的 那 但是你心裡面覺得 這個東西你認為會中的東西 就是去成為這個 probability 那什麼叫做 priority probability 就是說 這個就不跟你去做實驗 或者是你主觀認為 就不關事了 就會是你真的用一個 數學的方法去想 這件事情究竟 這個 probability 是多少 例如是什麼呢 譬如我們 在這裡抽 在袋子裡面抽不同顏色的波出來 那譬如我們有三個紅波 四個綠波 那我們知道 我抽一個波出來 紅波的機會是七分之三 這個是用數學去想出來的 就不是 我不需要 再用我去試啊 或者是我主觀判斷 這樣去想出來的一些 probability 那 這個呢 就會 這個有一點特別的 就是 這個是另外一個 在 probability裡面 需要知道的 concept 就是 Ought for or against 那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說 贏輸的比率 跟 probability 有一點點不一樣的 probability就是 我純粹想知道 我 那件事發生的機會率 但是 Ought for 和Ought against 其實會在說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會說 就是說 譬如 我們知道 一隻馬會跑頭獎 是二十個percent 那就是 我買到那隻馬上 那 我有二十個percent的機會中 那就是說 換句話說 我有八十個percent的機會 是輸的 就是我一贏一天輸的 那 我們會說 我的Ought for 就會是 我有 one to four 二十對八十 的 chance 我會 贏這件事 如果 Ought against 就是說 four to one 就是說我輸是八成 贏是兩成 八十除二十 這樣去看 Ought for 和Ought against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 做這個轉換呢 其實就是說 我們想知道 我們有時候 在finance的世界裡面 我們會很想知道 究竟我們會有多少chance 去 譬如我買了一隻 譬如我買了一隻股票 我想知道它 有多少chance會升 那 譬如可能是 有 三分之二的機會去升 那 三分之一的機會跌 那我的Ought for 是二 to one 就是我想去升 我賣上去升 我賣上去升 那 我會 我會 我贏的機會是二對一 那 應該 in my favor 那我會去 我們應該去 make 這個investment decision 這樣的 情況之下 然後呢 我們就會用到這個Ought for 和Ought against 這個concept 去幫我們做一個assessment 的 那 另外呢 我們會有一些 conditional 和unconditional probability 那這個呢 就會比較複雜一點的concept 那 什麼叫做unconditional probability呢 就是我們純粹是 去到 解釋一個抽球 譬如抽球的機會 那 譬如我們有三個紅球 四個六球 那我們抽紅球就是 3 out of 7 那這個就是unconditional 沒有任何前設條件的 那 我們純粹是抽球而已 那 什麼叫conditional呢 有一點不同的 conditional就是說 哦 OK 首先呢 我抽了一個球出來 先 譬如我剛才這個七個球的例子 我們 解釋一下 我們有 紅球和綠球 三個和四個 OK 那 嘩 哇 震得這麼害怕的 那 譬如我先抽了一個球 然後我再 我抽了這個球 把他放開 然後我再抽另外一個球 那 那 其實 我抽第二個球的時候 就 depends on 我第一個球出到什麼 例如 我第一個出了紅球的時候 我第二 我再抽第二次的時候 我就只剩下兩個紅球 四個六球了 那我再抽紅 第二個再抽紅球的機會 是不是低了 但是 如果我第一個 第一次抽球的時候 是六球的時候 這樣 我第二次 這個就是我第一次抽到紅球 那 如果我第二次 我第一次抽球的時候 是六球的時候 我的六球 由四個變成三個 但是我依然有三個紅球給我抽到 那 所以 我第二次抽球 抽到紅色的機會 是 depends on 我第一次 所以 這個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我們要用到 conditional probability的時候 那 那 這裡就有一些 簡單的 一些 probability rules 那 這個我想 因為 時間上面 我想 我們就 不太 說了 那 那 我會交 那最後呢 那這個呢 因為這裡的 concept 會比較複雜 一點 那我們會去回 Education program裡面 會講 就是會再詳細介紹的 那 這裡 我想我大致上會 再 cover 就是說 再 recap 就是說 他那個 在這個 program裡面 我們的 slides 就是這裡的 slides 一般就會有些 examples 去幫大家去明白這些 concept 那 然後會有一個簡單的 demo demo 的計算 那這些會幫到大家去明白 concept 那 還有在 slides 裡面 都會有一些 計數啊 這樣的 一些 examples 幫大家去明白的 那我想呢 我把機會 就想分享一下 究竟 怎樣去 能夠有效的去 tackle這個 program 那 我想這個是大家會比較關心的東西 那 我想最重要的 我剛才也有再 就是再重申啦 就是 其實我 那個量是很大的 還有 那一疊磚都真的相當之厚 那 所以呢 看磚呢 其實就 就是 當然啦 as a cfa chart holder 那我就 就是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 你有足夠時間的話 那你見到呢 其實一般然 一個 concept 呢 就有 三十版 的書 還有你 我想 你座底要花多點時間去看 那 那一般然呢 我們 就是 education education program 裡面呢 我們會 condense to 大約十幾張 slides 那你可以透過看那個 slides 以及輔助的 slicer notes 可以幫到大家 知道那個 concept statement 我們叫 LOS statement 究竟想效什麼 那 主要會是 我們的 program 主要會是 幫大家去 介紹一些 concept 以及會是教大家 怎樣去做不同的題目 以及會解釋 怎樣去 tackle 或者面對一些 choices 怎樣可以去 幫你找到 用最快的時間去找到答案 那 另外呢 我想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如果想 有效地去 去考 過這個 CFA考試 我想其實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去練那些題目 練習這些題目 是比較 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 throughout the practice 你才知道其實 它的 institute 怎樣 去 apply 那個 LOS statement 的 那 這個會是比較 重要的 而 這個 education program 本身都會包含一些 practice test 在 online 那你可以 看完一個 concept 之後 那你就可以去試一下 那些題目 看看你自己明白不明白 而那些題目都會 跟考試 會是 蠻接近的 那 當然啦 除了 那個 education program 裡面的 test 之外 另外還有 就是 會有一個 那裡 那裡都會有更多的題目 可以幫到大家 去應 就是 去 考 考過這個考試 那 我想 另外一件事最重要 怎樣去應付這個考試 就是 其實 除了說這些 題目之外 我想 另外要 培養 就是要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速度 沒有 因為其實 其實都時間很緊迫 雖然不要看 說 分半鐘有一題 其實有時候 有些題目 都會叫大家做 可能計算幾步 四五步數 的 所以都花不少時間 但是我們的 program裡面 都會 有一些 shortcut 或者是一些 calculator tricks 可以幫到大家 盡快去 完成 完成 這個題目 另外 就會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方法 可以幫到大家 就是這個是 personal 的方法 就會幫到大家 怎樣去篩選一些 答案 就是一定會不對的答案 因為其實你想像一下 就是 其實是三選一 如果你能夠剔走一個錯的答案 其實就是二選一 那就可以很快地 就是會快些幫到大家完成 這個題目 因為 完成題目是比 任何東西 很重要 很重要的 因為 你 又不會扣分的 你不填就 不填 白不填 所謂 OK 那 之後呢 我就會交回 另外呢 會 講回就是說 這個 整個 education program 我們會有一個 Mock exam section 那就可以幫到大家 access到自己 哪一個 的 area 會是 一個 比較弱的 可以在你考試之前 幫到大家 去focus 這些program 那 接下來呢 在 加博同事之前 大家有沒有什麼 想 關於這個program 或者是 lecture 裡面想 問的 是 是 是 計的 是 計的 那一個是CFA Institute 的例子來的 好不幸地 是 另外 另外一件事就是 會 要大家記下 formula 就是close book close notes 你有的東西會是 你的計數機 你的passport 或者身份證 還有一支筆 幾支筆 的文句 是